你看這邊有介面、有程式、還有影片 影片裡面就有所有的上課的影片在這裡面 所以你只要播放裡面都會有 不會說不會有任何的費用 這個地方是我的部落格部分 其他還有哪一些 像我的YouTube頻道 裡面大概放了多少影片 大概放了5800多個人訂閱我的頻道 我大概在裡面放了接近一萬個影片 然後還有我的論壇 這邊有個教學論壇 我最近也放了一個論壇 如果各位要找Java開發部分的證照考試解答 我好像記得這邊有放法 你們可以找最下面 最下面有一個Java證照的解題 裡面也有 所以這裡面還有像我的Google Plus 我Google Plus裡面也有放了一堆東西 所以我放了多少東西 我也都改不太清楚了 那像我Google Plus裡面 各位可以看到 目前有972個人追蹤 然後瀏覽次數的話是多少呢 900 超過900萬次的觀看次數 所以裡面我不知道為什麼這麼多人看我的Google Plus 裡面沒有太多了 就是這些東西 比如說像我之前在那個佛光自印系裡面的解答這邊也有 如果你們要看也可以拿來參考 這邊也有完整的影片 從頭到尾都在這裡 OK 這個是第一個 有關於我的相關的補充資源 再來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說 剛剛有提過的 我雲端的這些相關的東西 雲端裡面會有一個題目檔 這個題目檔就是這個檔 Java認證數科 我們等一下 第一個就是先把這個檔 看你要直接在雲端上開啟 或者是說你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上面有個下載 你可以把它下載下來再打開 等一下我們會先從第一題開始 我已經把它下載下來 那首先的話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個題目 這個就是書裡面的掃描檔 因為為了方便 我就直接把它做成一個PDF檔 那將來你們可以試情況看 你要把它印出來 或者是說 你要直接放在手機平板上面看也都OK 那主要我們是以這個第一類 物件導向程式概念 這個第一類為例 先會講這個 再來的話講那個第二類 就是有關資料運算處理的部分 那裡面能夠學到哪些東西呢 包含這一些 各位可以自己再看一下 那第二類的話 有關那個Java裡面的Math 這個Math 這個class裡面呢 有關於什麼呢 數學函數的相關的應用 OK 包含什麼呢 三角函數 平方跟最大值最小值等等 我想這些一定非常重要 數學函數 另外還有像一個叫String的類別 String類別也非常重要 比如說怎麼貼字串 怎麼是找到字串的某個字 等等的相關的應用 這個部分也非常的重要 還有像StringBuffer 不過StringBuffer 其實可以完整的被String給取代了 所以這個StringBuffer 當然你也可以了解一下 另外還有什麼呢 就是控制的去處 裡面包含什麼呢 包含像if else 或者是switch等等 for for回圈 file回圈 度回圈等等的相關應用 這個也是考試的重點 OK 那如果時間來得起 時間充足的話 我們可能會再講第三類 裡面包含AWT跟Swing 不過這個部分用得越來越少 主要原因是因為 在視窗環境開發 比較不會用Java 比較會用什麼 大部分都用那個 Windows的Visual Studio來開發 所以這一類的用到的機會可能比較少 但是這一類呢 其實它的開發的流程 我覺得 跟那個Android的App開發 其實非常的相似 感覺上Android 實際上是有點參考這個部分 所衍生出來的 所以如果你要學Android之前 其實可以把這些 Java的部分基礎打好 你再來 再去學Android開發 我相信會很快就可以上手了 那大部分 學Android的同學 其實最大的瓶頸是Java不熟 那你Java不熟 你要開發Android的話 其實會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要把基礎打好 記得可以先從Java開始 那這些題目呢 我覺得都還出的還蠻不錯的 因為難易度適中 然後呢 其實主題也還蠻明確的 比如說像第一題好了 我們 假設 我們今天要開發一個什麼呢 我希望能夠做出一個 那個樂透彩的一個模擬程式 那題目部分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第一題 模擬樂透彩 那這個地方呢 題目是希望怎麼樣呢 這個地方 當然考試的時候 它會給你一個題目 題目檔會放在指定的目錄底下 將來那個題本裡面會引用 那題目的話呢 叫JVD01.Java 所以將來考試的時候 你只需要把它開起來就好 所以將來你們那個什麼 剛剛有些東西可以不用打 因為它有點像填空瓶 你把你需要的程式碼填上去就好了 OK 不是完全都空的 OK 然後呢 模擬樂透彩 要怎麼整 這個地方的話 有一些要 其實使用Mass 和Random 類別 所提供的亂數 這當兩個方法 其中一個就可以 像Mass裡面有一個 可以產生亂數的函數 然後Random裡面類別也有 不過我們基本上會採用Mass 會比較簡單 為什麼 因為Mass是隱含的 它不需要去 去宣告 不需要去Import 就可以使用 所以用Mass會簡單一些些 那比如說呢 我們要用它來產生亂數 及陣列 所以需要陣列 來模擬一個什麼 樂透彩的開講程式 那樂透彩 你們應該也買過吧 就是說 能夠產生六個號碼 及一個特別號 就是七個號碼 那這個七個號碼 必須要做哪些部分呢 第一個 亂數 所以這個亂數應該是 這個範圍應該是多少呢 1到42之前 所以你要怎麼樣 你可能第一個需要面臨到的問題 如何利用Nass這個類別 幫我產生七個亂數 而這七個亂數呢 都是在1到42之前 這第一個喔 第二個的話呢 號碼怎麼樣呢 不可以重複喔 所以呢 如果你有重複的話 就怎麼樣 必須要重新再 產生一個新的喔 OK喔 然後呢 這個介於1到40 就剛剛講過 另外的話 如果是各位數字的話 你的怎麼樣呢 4Match 你的格式一定要 比如說1到9 一定要再加那個0 就變成007 這樣子的格式 那輸出的話呢 你將來呢 就要看到最後的結果 類似像這樣子 你在DOS底下 執行的結果 比如說我執行Java 空一格 把那個JBA01執行起來之後的話 要看到這樣的結果 而且要一模一樣喔 如果差一個 也會被扣到分 那這個分數的話呢 基本上怎麼算喔 各位可以移到這個 評分項目裡面來看 基本上喔 你們 這個因為 如果你就是考實用級的話 那這個分數就是50分 就是全部掉在50分啦 那也就是說喔 它按照比例來算 也就是說 如果你這個地方 每執行程式 就會產生什麼 亂數的話 那這個就有分數了 這個分數 不重複這個分數 大家如果有重複的話 這個部分分數就沒有 是不是鑒於1到4這 如果有的話 就這個分數 OK 然後有加0 比如說個位數補0的話 這個分數 最後如果你全部做對的話 就有50分 這一題就50分了 OK 請各位先把題目檔 我是把它 這個題目檔放在雲端上面 你們自己再把它download下 我看一下 第一個 第二個等一下再來看 Eclipse的環境 那 這個檔案看完之後的話 我們來再開啟Eclipse 那執行的話 直接執行它 這邊已經執行 我先把它關起來 先把它結束掉 當然你說Eclipse 跟剛剛那個idea 哪一個優哪一個類 其實我覺得哪一個都OK 因為反正就開發環境 就是講什麼 黑貓白貓 反正就是會抓老鼠 就是好貓 管它什麼貓 其實有時候開發的時候 就是你手邊有什麼工具 你就用什麼工具開發 而且說真的 將來你到業界工作的時候 它也不見得用哪一個環境 有的時候 反正公司用哪一套 你就用哪一套 還有 甚至有些公司根本不會管你 反正它不看結果 它管你用什麼工具開發 反正你就給我開發出來就對了 老闆不會管你說用什麼工具 最重要是你案子要交出來就對了 OK 所以這裡的話 我們執行之前 如果你打開之後有問題的話 跳出一個錯誤訊息 請各位把這個安裝起來 這個JDK版本也許 如果你執行它有問題的話 裝這一個 但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你就直接把它打開來 JDK 特別是因為我這個Ecarus版本 也是從Ecarus網站上當下來的 它的版本是32會員的 所以你在當JDK的版本的時候 記得也要裝32的 去哪裡裝最新版 其實基本上 如果你要Ecarus的版本的話 記得去www.eclips 所以你就打一個 eclips.org 這個網站的話就有最新版本了 因為我這個版本好像也是前一陣抓的 你就找eclips.org 那裡面呢 我是當哪一個呢 這邊有一個download download裡面 我就找那個 反正可以安裝 我應該是clasco的這個吧 我竟然裝的是 這個clasco的版本 裡面的話你可以當一個 其中一個 其實這些環境 它好像環境 這個 其實裝這個就可以 那我是裝32會員的 那你會想說 那我的環境 就是64的啊 我可不可以裝32 其實我跟各位講 裝30 當32的好處就是說 你32會員的也可以用 你62會員的也可以用 但是如果你是當64會員的話 只能夠在64會員下面環境狀 那當然我就當32就可以 這第一個 第二個是 如果你要去裝那個JDK的話 其實也是到了什麼 Oracle的網站 Oracle 有沒有 點看這個 Oracle裡面呢 因為生羊被Oracle給斃掉了 所以如果你要下載的話 其實也可以到哪裡呢 到這個download這邊 download裡面呢 找到那個最popular 有沒有 最popular的那個download 其實最popular就是這個 就是到Oracle 裡面去down 其實你也可以到這邊download裡面 找到這個 Java for developer 最新版在這裡 因為考試的時候 規定好像是要1.4的 不過現在基本上 你要1.4都當不到 現在好像已經到1.7 甚至1.8都快出來了 你可以找到JDK 這裡面去把它download下來 這邊有個JDK 那download的版本的話 這邊有個accept 先把它accept一下 download版本的話 你可以看到 這邊一樣有一個什麼 Windows X86 就這個版本 所以將來你要download的話 可以download這個 好像已經到1.8了 不過基本上 安裝起來都沒有太大的差異 因為新的功能不見得你用得到 OK 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先試一下 好